桃園市復興區 紀國派老教堂為當地知名景點 有客拿起相機不斷拍照 但教堂旁放置不少雜物 裡面更擺放私人器具 看起來相當雜亂 紀國派老教堂是當地太亞族人的信仰中心 但十年前老教堂不服使用 就有在上方另外興建新教堂 老教堂則被桃園市文化局 登陸為縣內有型文化資產 文件會更選為台灣歷史白景之一 但由於紀國派老教堂地權 轉手到漢人手裡 當地族人跟遊客要進入都很困難 地主王先生提到 他只是要把紀國派老教堂打造成知名觀光景點 但卻處處遭人檢舉 積極協助部落取得紀國派老教堂建屋地權的比稅刑濫強調地主與原住民人頭方式取得原住民保留地 根本是專法律漏洞 更提到地主開發是完全忽略當地文化信仰 如果觀光的前提是忽略到部落居民的感受 把部落居民的權益 就是排除掉的話 這樣的部落觀光啊 並不是我們紀國派被部落和三名基督藏老家會所願 紀國派老教堂土地建物產權爭議 地主願意用一千萬販售給政府或部落 但如此高價 對部落而言是相當大的負擔 從富製備一直到年輕時代 對紀國派老教堂有很深的情感跟回憶 比稅行難提到 部落族人不會放棄 也會積極爭取建物產權 讓老教堂回歸部落族人所有 記者那麼大 給桃園復興採訪報導